上门口黑色轿车突然开进来 驾驶气冲冲下车 驾驶不认自己违规 双方爆发口角争执 志工妈妈说要报警 驾驶才转身准备开车离去 原来围停的是云林国小家长 一号早上七点多 李姓家长先送小孩上学 把车围停在急车接送区 跑到对面买早餐 导户志工上前规劝 并且拍照却惹怒了 这名家长 消防指出学校大门口 规划给机车族接送 两侧划设黄线 在接送时段百三角锥 禁止临停 但多年来 李姓家长屡次围停 时间长达六年 强调其他家长都能配合 唯独李姓家长始终我行我素 警方指出男子围停依法最高可开罚 一千两百块钱 家长在老师和学生面前 不止围停还标骂 真的是最坏身教 记者陈广锐 王百英云林采访报道 请出门 谢谢观看